好 接下来看到先议员李振文质询时表示 由于今年遇到地震 其实部落经济更需要关注了 希望暑假期间的花莲原住民族风年节 活动时间可以延长到五天 另外增涉摊未来帮助因为地震受困的影响族人 地震造成花莲百供百业萧条 原民部落经济更是雪上加霜 先议员李振文质询就表示 希望暑假期间的花莲原住民族风年节 活动时间可以延长到五天来刺激花莲原民消费 这次的地震造成了各行各业的损害 真的是百家哀嚎 哀鸿遍野 那当然我们这个违行业者更是苦不堪言 所以在这里事实上我在去年的定期会的时候 已经有在做这样的一个呼吁了 希望县政府思考这个风年节的活动 能够去做延长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还有汤位的这个部分的规划 那在这一次为什么还要再提出 因为我刚才讲到了 这一次的地震造成了我们的交通 这个阻挤了我们花莲对外的这样的一个联络 所以当然相对的微型企业更是没有办法再存活下去 有这样的迥态 所以我们在这里呼吁的是希望说 我们县政府是不是试着去规划 我们的风年季的天数能够延长 延长到五天 还有汤位的部分是不是也给其他的微型业者 有一个机会去做摆设 毕竟在这一次的振兴方案里面 事实上这些微型业者都没有被照顾到 那我们自己原住民的主管业务的单位 研民处应该整无旁贷的去思考这样的问题 李正文也表示 自从0403地震之后接获许多乡亲的电话 对集合式住宅耐震补强 以移动房补助1500万部分基本上是不足 而其他补助的认定 也希望相关查核人员能够重宽处理 记者综合报道